吼吼吼吼吼那些氣氣的感規 你將它匯聚為你自己的耐氣 自己會轉化 很過癮的 你試一下 所以先動後整是一個練習的 比較好的過程 大概我想都 我要講的都差不多了 要問問題呢 你們一起玩 還有一個問題 關於速納融化 希望再多點 即是不太明白 速納是收緊 關閉 還有就是 那個楊關 我覺得是 什麼呢 你好像個丹平 那個楊關 那個楊關 那個丹平 那個丹平 是不是一樣呢 那個楊關 那個意思 就是 那個兩個竅 那個竅 還有你所謂速納 你經常都說 即是收緊的意思 是不是即是提江的意思呢 提江和慧慶 你不明白是有道理的 因為你第一課沒有來的 你第一課沒有來的 你第一課沒有來的 你現在問 又重複問 因為呼氣鼓蕩 還是吸氣鼓蕩 還是不呼不吸 鼓蕩還是呼元 鼓蕩放氣 還是吸元 鼓蕩放氣 這些都已經問過了 第一課 你沒有來的 所以留意一下 復刑師兄管 在麥山搞的講座 第一課就職 你便不會走寶 速力楊關就是 收兩個竅 收兩個竅 才是下面大小意見 你一速就有陽氣度 是否等於有陽氣 有溫暖的感覺 就有的 是 答完你了 接著 你的速力楊關 是否就是養生 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這個托陽石效應 所以養生 好了 你的速力楊關 是一個要 還是兩個要 我又說了 你亨蝦是有分別的 然後 你一呼 你能縮兩個竅 很大力的 你可能要縮一個竅 尺一個竅 你是小力一點點的 你縮一個竅的時候 好像在後面上 跟著還開 去兩個竅的時候 你由這邊一嘰 下面的小腹是下部份 全是固定的 力量是大一點的 坑坑是兩個不同的區間 我又說過了 第二堂 不知道你有沒有來 忘記了 第三堂你肯定有來 這是第四堂 所以你的速度陽關就是修兩竅 修兩竅都有強度的不同 看看你自己玩什麼遊戲 以剛才的例子 亨蝦 兩個強度是不同的 如果你說你不玩亨蝦 你不玩亨蝦 玩行器用貝銘的速度 你一卡 象徒 速立陽關 一般這種速立陽關 你不用一個要 兩個要 幾點 你維持住它 也不讓它走 就是那種 未速立陽關那種 提江 忍著大便 是不是一樣的意思 提江 你提江 你不忍大便 試試 你不可以的 你一卡 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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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陽關的意思 所以就是那種 除非你有兩條腸出來 如果不是 有一條腸 提江 就是大便 那個 不過呢 前面有個竅 就是小便的竅 男人 女人 都是一樣的 你一大力的時候 你就連起前面的竅 這樣 請教練 問答 博士 聽了你各個講的 知道什麼叫做古唐 但是呢 而書看得到有些事情 就很迷惑 他又說什麼 什麼氣如順遂 行氣如苟曲明珠 我想請問這三件事是相乎相承 相生相克 或是個別獨立的 行氣的情況就是你氣順遂 如果你是通暢的話 你就順遂 無處不順遂 當你無處不順遂 行氣如苟曲 苟走苟曲明流水一樣 因為苟曲通常我們說的腸 就像水的渠道一樣 用這個形容詞來形容它 苟你的腸是把一堆放在這裏 拉長的時候就像行九谷橋一樣 其實是行九谷橋很長的 是說腹部的氣的游蕩 氣的游蕩就是我們所說的古蕩的效應 如果你的氣弄得好是順遂的 不只這裏是順遂的 順遂到這裏 有什麼耳端呢 是不是 那你就是順遂的 因為必然是順遂的 你不順遂就是氣弄得不好 這裏你的九谷是否弄得好 就是必然是弄得好 現在你是用腹部的鼓動 其實是一件事 你講三件事 其實是一件事 是沒有分別的 那你說是否雙身雙黑 沒有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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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說氣的流暢情況 就不是說雙黑的事情 還有哪一位有問題 我想問師傅 我見過有些太極師傅 可以不被人打 我想問他是用股膽去對抗他 還是他用股膽受了那些 被人打肚皮就不是太極權 我們不加太極權 那個宋媒的東西 而且最早應該都是外加權 例如紅卷那些